《皇上遇旨,今日免朝》 《皇上遇旨,今日免朝》 再猜,再猜,这边,这个手里,不,打开,再来,再猜,猜呀,猜呀,这个手里,打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这哪个? 这个,这个,累了,是,给姑母请安 你怎么来了?你的病还没有好 有姑母恩赐的御医御药 芝儿死不了,成四,芝儿在 芝儿说话不好听,请姑母恕罪 好,你去歇息吧 芝儿,有个请求 不,想了十几年了,没敢说出口 我听着呢 我听着呢 芝儿已经立显而为太子 不能更改 芝儿 芝儿 一生改过的事 还少吗? 芝儿 只要姑母心里想改 就能改 礼堂 不是也改成大舟了吗? 那时候 那时候 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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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便宜 更mate 吴家也只有只一人了 我太傻了 祖母 母亲啊 祖母 你的心思姑母都知道 姑母不怪罪你就是了 别再说了 不 侄儿要说 姑母若是吴家的人 就答应改立成寺为皇太子 成寺啊 姑母一向拜你 生过亲生儿子 如今 你明明知道不能改 何必还要逼迫姑母 除了太子之位 你要什么 姑母就给你什么 姑母 不是吴家的人 成寺 姑母 为什么不像杀次父亲那样杀了成寺 这样 吴家也没有人再逼迫姑母了 成寺啊 你怎么就不知道姑母的心呢 你听姑母说 不 我不听 我不听 姑母 若是不答应 成寺 成寺 现在就死在你眼前 成寺 你不要胡闹 容姑母再 再想想 姑母 又在骗我 侄儿 等不了了 我知道姑母一生人善 不然对我下手 还是让我自己了结了吧 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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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来人哪 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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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母 让侄儿 最后再加力一生 姑母 以后 再也没有人这样叫了 成寺 大舟帝国还在 你不能这样就死 成寺 不 大舟 是姑母一个人的大舟 你就一个人熬着吧 侄儿 不陪你了 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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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寺 我成寺 公安 陛下朝晨来 不知有何要事 自大诛杀了来郡臣之后 朕好像再也没有听到 有人谋反的事 想来觉得有些奇怪 天下如此太平 道教朕觉得心中不安 是陛下英明 陛下立亲生长子为太子 朝臣们心悦臣服 天下的百姓也都安心了 他们何故还要造反呢 原来如此 据国公看 朕千秋万代之后 还会有大洲帝国吗 太子是皇上的亲生儿子 殿下 殿下 及其子孙们 会世世代代 祭祀皇上的英明 国公 国公没有回答朕的话 陛下 陛下说得对 大洲朝 很难世代相传 他们一定要恢复 他们一定要恢复 礼堂王朝 臣不敢妄加推测 他们在等我死 陛下 那他们为何现在不造反 为什么 恕臣直言 他们都设于陛下的威严 是啊 国公说得不错 国公每次都对朕 见不惠 每次都让朕听了 不寒而栗 朕 有不得不佩服国公的 聪明才智 臣的这些话 只对陛下一个人讲 是啊 别人 怎么能听得明白 朕 这些话 也只能问国公一个人 可是国公不知道 朕今日的大洲朝 是怎么来的 朕 死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还有姐姐 唐兄 侄女 和侄儿 朕 朕怎么舍得 再把她拱手让给李家呢 一想死 朕的心就流血 朕 可朕的儿女们 都没有一个 懂得朕的心 朕 陛下的智慧 为凡人 所能比 陛下一生的剑术 也为凡人 所能为 只可惜啊 陛下 博身 难而生 朕 自从被李家招进宫 侍奉的是李家的人 嫁的是李家的人 杀的是李家的人 可生的还是李家的人 最后天下 还要交给李家 就因为朕生为女人 朕 实在不甘心啊 朕还有一句话 不知当家不当家 过空的话 朕不想听 也得听啊 陛下老了 何不把朝政让给太子 陛下 也好过几天 轻松快活的日子 敌人节 臣在 你也惦念李家王朝 臣是为陛下着想 你 多大年纪 臣与陛下同更 那好 朕答应你 等你死了以后 朕就让位给太子 你要还想活着 就不要再提此事 是 皇帝陛下 万寿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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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臣以为六郎的美貌 非人间所有 一定是生仙太子 王子乔转世了 你说的不错 我也正是这么想 婉儿 你说呢 婉儿一杯不错 不错 生仙太子 齐鹤升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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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你满腹诗文 现在 就为六郎 赴诗一首吧 呃 这 怎么 臣怕自己的诗文 配不上六郎 朕要你写 是 你满腹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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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臣的诗已经写好了 请皇上预览 念给朕听 是 念念念 王子乔爱神仙 七月七日上冰天 白虎瑶瑟风吹盛 乘其云气 昔日经 昔日经 常不归 一庙今在 而人非 陛下 臣 还接着往下面吗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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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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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庙今在 人醉好诗 皇上有旨 朝政教狄相国料理 今日就不来了 诸位 诸位有什么要事就请说 狄相国 我们屡次上奏 请皇上将张氏兄弟先行去世 要么将他们逐出宫去 皇上置之不理 狄相国 似这等事 我们再也不能等闲适之了 狄相国 自国以来天子沉溺女色都遭后代唾骂 如今皇上年纪这么大 却又养了两个南非 百般宠幸 日夜瘫欢 成何体统 不如吉草除掉这两个祸害 以政视听 好了好了 不过两个矛头小儿 又不危机朝政 诸位不必打动肝火 可他们败坏了皇上的英明 败坏了大洲朝的国风 大洲是皇上的大洲 与你何干 如今天下太平 就让皇上快活几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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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写的 是 马儿的字写得真好 谢凤丑令的夸奖 你 就叫我六郎好了 六郎 六郎 来 李兄你可好啊 简直秀 人家兄可算是鞠躬尽碎 可惜你一片忠心 你在这里料理朝政 彻夜不眠 可皇上那里寻欢作乐 通宵达旦 试问 如今之大舟究竟是谁人之大舟啊 本官并非为大舟朝尽忠 而是为天子分忧 为天下百姓分忧 人家兄身为国老 朝堂上下众望所归 如果不是人家兄拦着 大家就要除去二丈 用力太制正了 本官心里明白 这是迟早的事 不过简直兄 不要操之过急 以免生出祸乱 再殃及朝臣百姓啊 只怕皇上 没有人家兄这样的远见呢 皇上大智大慧 心如明镜 所以才苦不堪言啊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会放弃大舟朝的 不过皇上已经老了 即使昼夜欢宴 还能有几日啊 只怕你我这把老骨头 熬不过皇上呀 任杰兄 任杰兄 走开 你们这帮没有用的东西 瞧你们把朕画成什么样子了 走 不要你们画 走开 是 晚儿 在 天快黑了吗 陛下还早呢 五郎六郎呢 他们到凤尘府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 这屋子怎么越来越空了 有的时候 朕觉得一阵阵冷风吹到骨头缝里去了 小顺子 奴婢在 朕要更衣 皇上要哪一件 就那件大红的吧 是 不 还是那件紫红的凤袍 等等 就那件白的吧 小顺子 你把朕的衣服都拿来 都拿来 快去 是 真冷啊 从脚底下冒上来的冷气 都钻到 骨头缝里来了 婉儿 天快黑了吗 陛下 您预体欠家 婉儿去叫御医来 你别走 朕要你陪着 今晚 婉儿 我们在宫中设宴 是 婉儿 你 你看朕穿哪件衣服好看 白的 皇上 衣服都拿来了 哦 穿这件 穿这件好看 要么 要么 穿这件 婉儿 婉儿 这件好看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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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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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陛下 那就 中文字架 陛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